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Chester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2月23号 我们看一下过去的24小时发生 加密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大事 首先AI赛道依然继续在暴涨 WorldCoin已经接近8了 那WorldCoin能不能突破10U呢 我们拭目以待 File由于蹭上了AI的这个概念 所以说现在File已经是8U了 但是它离前高也是有很远的一个距离 昨天达字的达字的话 直接涨到16% 达字的话它由于业绩突出预期 就是业绩超过预期 所以说而且它有一些很高端的算力显卡 价格比较贵 但是好像它销售量还是很好的 很多公司也是争先恐怖抢着购买 所以说我觉得达字的预期的话 依然还是在的 看它这个股价 看看能不能继续维持在这个高位 以太坊的话 依然是在3000U左右横盘跳动 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跟比特币的这个比值0.06左右 那接下来这个应该说是一两个月 我们可能会听到这个以太坊的这个ETF是否通过了一个消息 那接下来的话 估计就是由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ETF通过之后利好落地 然后左边的话 然后市场上也传出比特币这个ETF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净流出的一个状态 那资金流出的话 那会不会来到这个以太坊生态呢 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会的 以太坊在每次大牛市当中都是首先涨比特币 然后再涨以太坊 然后是以太生态 然后山寨币 最后是山寨币的这个大牛市 然后最后再引起锡股 所以说我们现在大牛市可能即将迈入第二个阶段了 昨天我给大家分享过这个BNBS这个同步这个名文呢 当时这个地板价是1.3个BNB我记得 那昨天在我发布完视频之后呢 BNBS一度冲高来到了2.2 2.3个BNB 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市场 1.2面上这个市场 然后现在的话 也算是有格冲高回落 现在的话也有小伙伴去卷地板 现在是1.89个BNB 那BNB的话 由于这个BNB的这个价格 是385 也比昨天我视频分享的时候 是380 也是略微上涨 由于这个BNB市值比较大 所以说他在涨个几美金 这个市值也能涨很多 所以说这个BNBS 我认为短期5个BNB 或者说7个BNB 10个BNB 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处于一个牛市的状态当中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昨天这个 昨天BNBS为什么会上涨呢 首先我的这个视频推波助澜 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关系呢 是BN呢 发了一个这个 差不多是1 million 100万的这个空头 给一些 头部的一些名文吧 头部的一些名文 你有没有领到这个空头 如果说你领到这个空头了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当然是瓜森 这个100万 100万U 然后今天 着重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 一个公链 这个链呢 叫Barrer Chain Barrer Chain 然后这个Barrer Chain呢 大家可以去 相当于是 买负一个空头吧 买负一个空头的话 是这个 你去 每天你要去 这个水龙头去淋水 每天是可以 领0.1个 这个Barrer 你像我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交易记录 我现在是 0.01个Barrer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领了0.1个Barrer 这个是测试地 这个是测试地 给大家看一下 你领完这个Barrer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swap 你可以swap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Barrer 然后swap之后 变成这个STG USDC 你把它swap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 在这里把这个STG USDC呢 换成这个Honey 判断Honey之后呢 然后你通过这个交易队呢 50WBarrer 50Honey 然后你可以增加这个流动性 然后相当于就是去 流动性挖矿 然后获得这个BGT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BGT了 这个大家去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 埋费一个空头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测试网阶段 Barrer这个测试网 等以后如果组网上线的话 你现在通过这个 领这个测试币 你基本上相当于就是 免费零路了 这个就相当于免费零路了 你通过这种零路的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埋负一个空头 所以说大家这个一定要去操作 不要嫌麻烦 然后这个Lava 大家看到 我通过自己的这个操作 我现在已经有了175个积分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Lava 如果说你不会刷积分的学伙伴 欢迎点关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然后或者是尽量给我发个私信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OneCat OneCat的话 昨天的话 基本上是来了一波 一个冲高 冲高的话 然后是从五楼也是直接来到了六楼多 然后差不多没到七楼 那OneCat的话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天左右 然后OneCat的这个测试网就要上线了 你看 我相信这个OneCat的测试网上线之后 由于我们这个测试网的话 由于OneCat这个币已经早就上线了 我认为 这个OneCat 随着测试网跟左网的上线 OneCat会有更多的应用的场景 我们看一下 不仅仅单纯的就是这个游戏 就是这个比特猫的这个链游 二层网络 比特币二层L2 二层网络 可以有各种应用 你看这个 不论 他说的就非常有道理 OneCat作为整个网络的这个GasP 用途就得到了极高的这个扩展和增加 这个OneCat的这个角色呢 就可以像 你就可以类比 类比于就像是这个Solana 或者BnB 或者是这个以太坊 这种就是金铲字 我认为你这个理解 理解的非常正确 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所以说这个OneCat 现在就是早期的 就是说早期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早期的以太坊 早期的Solana和BnB了 它是有精彩的热功能 而且现在的这个市值 OneCat的这个市值呢 我们看一下 六螺之后 现在的这个市值是 根据它的流通量 现在是3000多万U 这个市值还是非常小的 我认为大牛市的话 翻个100倍 也就才3亿 对吧 3亿U 那你作为一个L2 二层的这个公链来讲的话 我认为10亿U 都是一个非常简简单单的 所以说现在的话 3000多万的这个市值 然后现在是0.006 那这个价格 基本上可以说是无脑路的 基本上是可以无脑路的 今天这个视频 差不多就说这么多 也就是说 也是相对于 大家可以埋伏一下 这个Beratine Beratine的这一个 就是说这个空头吧 可以说 这个是有空头预期 这个Beratine 然后的话就是 大家先 这个Beratine 先打开这个网址 先把这个 就是说这个测试网 先添加到你的这个小狐狸钱包里面 你直接点这个 AdTestNet就可以了 遇到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都可以看到了 我尽量的话 如果说你遇到问题的话 我尽量会在 会在这个 下期视频 给你解答 好吧 那最后我再调调一下 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均为Tester 个人意见与新的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意见和建议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 投资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那咱们就下个视频 再见 拜拜